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414期迷彩虎讲堂 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 迷彩虎 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48年前的7月21日 宇航云尼尔·奥尔登·阿姆斯战郎 在距离地球38万公里外的月球上 说了这句话 开启了人类探索地外星球的星际元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 质疑美国登月造假的争论 会如此甚嚣尘上 今天虎哥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咱先看看假如美国登月造假 最符合哪些人的利益 首先自然是登月竞赛中的前苏联 航空国力他们数次发射 有十台发动机组合的 N1登月火箭全部失败 用了面子不说 还把一批国宝及航天专家 活活地给烧死了 前苏联对登月真是又爱又恨 对美国登月的成功更是五位杂陈 然后就是美国国内的登月反对派 和那些问了质疑啊质疑 显得众人皆最我都醒了 他们拿出各种想当然的证据 比如新条旗插在月球上 为什么会随风飘扬 事后证实 那是要运去航员的摆动 加上月球的失众环境导致 由此虎哥想到了咱们国家神舟七号飞船 在执行近地轨道出舱行走生物时 更是有不良媒体质疑 带光舱中出现了气泡 没下线的造谣说 这是在水里的摆排 这些主观异端真的是不值一博 多读电书比啥都巧 阿波罗登月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也不是一步登天可以实现的 而是通过科学严谨的周密计划逐步实施 在登月计划正式实施前 还有徘徊者号探测器计划 勘灿者号探测器计划 月球轨道怀行器计划 双子星座号飞船计划 分别突破了月球表面探测 在人飞船 以及太空对接 和出舱行走等航天工程问题 类似于我国的载人航天和嫦娥探测工程 解决了人上太空的生存生活问题 以及地域轨道测量问题 实施阿波罗登月工程 就是万事俱备知见东风了 这个东风就是大推力重型登月火箭 土星5号火箭由此应运而生 对于美国强大的工业实力 它们造成了680吨级的F1液氧煤油发动机 有五台F1发动机避临的土星5号 拥有45吨地域转移轨道运载能力 如此一来阿波罗飞船 就有了实施登月计划的可行性 在经过数次无人和有人的还月飞行后 美国掌握了飞船月地返回轨道技术 可以继绑宇航员能够从月面返回地球 最后一次载人还月飞行 是阿波罗10号 提及月球表面最近距离仅为15.6公里 完成真正登月所需要完成的所有飞行动作 此后6次阿波罗载人登月飞船 陆续登月成功 不仅实现了载人登月临突破 还在后续几次登月中不断拓展任务的多样性 甚至还将全壁型月球车带上了月球 当年美国引擦阿波罗20号执行真实月球任务 现揭秘称发现几年轻外星飞船 卫星搜索迷彩虎 关注和回复月球飞船 看月球外星飞船的劲爆真相 2012年美国月球轨道勘测器卫星 开始到了阿波罗12号登月飞船的下降段遗留物 彻底终结了阿波罗登月造假阴谋论 今日中国航天也逐渐聚变了载人登月的技术与实力 从神舟5号到神舟11号 我们完成了载人航天临突破 太空多人多天出舱行走 飞船快速交回对接 我们的飞船比当年美国人的双子星座飞船 更先进更可靠 我们通过嫦娥探月工程 掌握了月球探测的各项技术 其中嫦娥2号卫星更是模拟的登月轨道飞行 以月球表面的最近距离仅为15公里 这高度与阿波罗10号非常相似 与美国实施阿波罗登月工程前夕一样 中国已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差的就是一个类似土星5号运载能力的巨型火箭 为什么美国当年很快就突破了巨型火箭的瓶颈 而今天的中国反而有些难产呢 这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那时的美苏为了航天争霸 都是倾尽国力去折腾 而如今人类早已过了那个略行莽撞的年代 航天不仅仅是政治军事任务 更多的是服地球的战略项目 比如当项五国正在建设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以及载人空间站任务 和大型对地观测系统的建设等等 即使强入当年的苏联与美国 也没有实力同时实施空间站 和载人登月两大战略工程 而我们从一开始 就启动了空间站和月球工程 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 我们有充足的精力和国力 来协调各方面的事物 在我们忙于禁地轨道空间的时候 服用未来载人登月的 长征九号巨型火箭 也正在陆续攻克 一系列重大技术难题 仰望星空 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脚步 节目最后 火哥推荐一款 看新闻能赚钱的APP 作为福利 每天没事打开看一篇文章 即可获得金币奖励 金币自动兑换现金 收益超过30元可提现 现在注册 还送两元现金红包 另外 您还可以邀请好友 或者分享朋友圈 邀请好友来赚钱 每邀请一个好友 除获得两元佣金外 好友的每一个优效阅读 将向您进购20金币 好友越多 阅读越多 您的金币收益更多 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玩头条 开始看新闻赚钱之旅 对她来自购20金币 然后封图